各位U-Car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亮 今天很高興來這邊又跟大家見面 今天介紹的主題呢 是我們U-Car最新的公務車 也就是這輛最新的Nissan Kix 它事實上也是我們直購直測計畫裡面的最新產品 因為媒體在試車的時候 它會著重性能 著重操控 可能譬如說我們現在還會做油耗 可是到底日常生活使用來講 這款新車產品長時間接觸 長時間坐在上面 它的表現是怎麼樣 反而是一般媒體比較不容易做到 所以我們U-Car就決定用 直接購買直接測試 用公務車的方式來長期持有跟使用這輛車 來提供這些經驗給消費者 讓消費者能夠更容易決定說 這輛車是不是符合它使用的需求 在決定Nissan Kix之後 下一個問題當然就是你到底要買哪一個車型 根據我們公辦試駕 還有原廠它揭露的規配的 編程之後我們就發現說 頂級的自行旗艦版 它的產品魅力是相對來講是最高的 所以事實上我們就直接向Nissan 經銷商我們就下定了說我們要自行旗艦版 很高興的是後來我們從Car Insight的數據 也證明我們是對的 因為 在U-Car的使用者裡面 對於Nissan Kix有興趣的 使用者 他們有超過六成 他們的 有興趣的車款也是在自行旗艦版 從實際的交車來講 自行旗艦版也是佔了Kix訂單的絕大多數 甚至 育龍他們必須要把 入門車型的 產量 停掉 直接調波來做自行旗艦版 要不然會跟不上 展間要交車的速度 所以 從這一點來看事實上我們做了一個很好的選擇 選完之後 下一個動作就是我們要選車色 剛好Bob 去上節目去錄影的時候 他有看到實車 他發現說 白色跟橘色的塗裝事實上看起來相當的亮眼好看 交車之後我事實上 我覺得Bob的這個決定是對的 因為這台車其實看起來相當的顯眼 而且他 很容易給人很深的印象 最好的例子就是 U-Car辦公室的大樓的地下停車場有四成 所以我們的警衛其實 他都沒有辦法去 記得說 用戶的車是什麼 他就只能靠著停車證 可是自從我換了 這台Kix 在進出的時候 那警衛 完全不需要看停車證 他只要看到這台車來 他就知道 我們是用戶 他就直接開門讓我們進去 從這種小地方 其實我們就可以發現說 這個塗裝這個配色 事實上是 的確能夠讓人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我記得那是一個週末 我拿到這台車 我打開來看的時候我覺得 這台車質感相當的好 因為他 跟外觀 搭的 橘色的內裝 然後還有 黑色的 雖然這些地方 他目前還是 硬塑膠 可是他 上面的壓花 他的開模 他的 安裝的扎實來講 我覺得整個的質感相當好 以這個 極具 這個價位的產品來講 我覺得是相當好的一個表現 那 坐進去的時候 坐姿什麼也都很舒服 在我看了小天的 試駕的時候 我就對兩個東西 特別有興趣 一個是他有一個 中央扶手 他有一個無線充電的功能 因為 所以我的太太 是用iPhone 他可以用無線充電的功能 就不會 跟我搶充電線 那另一方面是他有 自行車連的部分 這是我們想要 試用Nissan最新的 自行車連的科技 我相信這也是對很多消費者來講 很有興趣的地方 但是 我赫然發現說 我們購入的這輛公務車上面 竟然都沒有這些 我當初最有興趣的配備 怎麼會這樣勒 後來我們仔細的研究 我們發現 當初我們在公辦試駕的時候 事實上沒有搞清楚 它的 中央扶手 還有內含 那個無線充電盤 還有後面的雙USB 它事實上是經銷商選配的配件 那當初我們在 買的時候 我們再三跟經銷商強調說 我們就是 標配的就好 你不要給我們格外多的東西 因為 我們想要模擬 那個購買的情境 至於我們最有興趣的自行車連的部分 因為這台是公司用車 所以我們當初是用租賃的方式 來 幫這台車掛牌 根據尼桑他們的說法是 自行車連 它是 提供一般的消費者 他們在 租賃上面有不同的 設計 所以在一般的租賃車上面 是不會有這個東西的 那我們了解說 這是我們自己在訂車的時候 事實上還不夠紮實的一個失誤之後 我們就跟Nissan的經銷商提出來說 好 那如果是這樣 我們 願意自己付費加裝自行車連的部分 我們也願意來 加裝中央扶手跟 無線充電盤的部分 但是 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 Nissan Kix現在在熱賣 而且 現在 頂級的車型 它事實上一直處在 缺車的狀況 我們即便是11月底 交了車 我們12月初 發現了這件事情 我們 打電話去跟經銷商講 經銷商就說 這個東西我們可以幫你排 可是你要加裝的話要 等到1月中 我們才有時間幫你加裝 所以呢 我們的售後的同事 會在時間到了之後 把Kix去 開過去 我們會再加裝這些配備 之後我們會針對這些 一些配備的使用心得 再來跟大家做分享 我先描述一下 我主要的使用狀況 我現在是一個 有兩個小孩的 家庭 所以我 開車出門 就是我坐駕駛座 我胎座 副駕 後面會擺 兩張安全座椅 一個是 新生兒型的 一個是 成長型的 分別有一個 2歲半跟一個 8歲的小孩 就這樣的空間使用來講 我覺得 都還是 足夠的 當然 後座小孩 他們 腳伸起來 是可以踢到前座椅背 可是 基本上使用也沒什麼問題 如果真的我們還需要 再多載一個家人 的話 後座 兩個安全座椅 中間 還要再幾個家人 使用來講也是OK 那週末的時候如果去大賣場的時候 其實他後面的行李箱空間對於我們要 裝載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像我去Costco可能買了 六七千塊的東西要裝進去也都不成問題 U-Car的同事之前在加班的時候他們去 大賣場買了一大堆零食的照片大家也都有看到 所以我覺得就使用的空間機能 就都會的生活來講 是相當充裕 是OK的 那在行駛上呢 我覺得這是一輛非常好的一個代步車 他 雖然他是1.5自然進氣 他不是目前 流行的渦輪增壓引擎 他的動力數字是123匹 感覺上 不大 尤其對U-Car的編輯來講 你試過那麼多的車之後 123的動力 的確是不大 但是他的 引擎 油門跟變速箱的搭配 會讓你開起來覺得非常的輕快非常的輕盈 然後車身的隔音 表現也不算差 所以我們日常在 編輯部外出要 譬如說要試車要跟拍 或者是要去記者會的時候 一口氣要搭載4個甚至5個同事 事實上使用上來講 都是綽綽有餘 那大家在 開的過程也是非常的輕鬆 而且他的車身 比較短 在台北市如果你真的要路邊停車的時候 也是相當的方便 那對小亮來講 他更好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這個頂級版 他事實上有 AVM 他有環境的 攝影 所以當我要停車的時候 事實上我把 環境攝影打開 他就可以讓你清楚的看到 你的4個角落跟前車之間 跟路旁的相對距離 讓你可以 很好的去 掌控他 他的AVM系統 他在軟體的設計上 的表現是非常的好 所以他的 四邊的畫面在 接合上來講 呈現的效果非常好 他不會遜色於 一般的豪華品牌 甚至連 BUB在開這台車的時候 他都覺得他的 環境的效果是非常好 讓他印象深刻 KICKS除了開起來輕鬆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 也會讓我覺得印象深刻的是 他加油也很輕鬆 KICKS這個車 不大 他的油箱其實也不大 以我加了這麼多自由的經驗 我沒有一次 超過40公升的 所以他的 油錢大概就900多塊到1000出頭 不多 可是 KICKS他其實 調校得相當不錯 所以他的 雖然他是 高車頂 的SUV車型 但是他的油耗的表現 也相當的亮眼 如果光就拉 車子裡面的 行車電腦的計算 我們 我在開的時候常常都可以開出 每公升16公里以上的數字 我覺得那相當驚人 那當然我們 在各種路況底下 然後有時候 在 公務外出有時候你要等人 會讓油耗下降 可是以我們 到現在將近4000公里來講 我們的 總平均油耗 超過11公里 相當接近12公里 我覺得這樣的表現是 相當不錯的 那 這個部分我們的同事也已經整理好 變成一個油耗的專題 在影片裡面大家其實可以看到連結 大家可以點過去 看一下 詳細的狀況 然後大家對於 KICKS的使用成本會 更有 明確的感覺 在開了這些之後除了 中央服務手跟 自行車連還沒有 裝上去 讓我在開的時候 跟原來的預期不太一樣之外 其實 有一個地方是讓我覺得 對我個人來講我覺得 比較希望它能夠 改掉的 就是 KICKS的方向盤 其實只有高低調整 它其實並不具有 伸縮調整 所以它只有兩項的調整功能 小亮在 入了這個行 18年以來 其實我對於駕駛的坐姿 其實 會相當的講究 那我 一直會堅持說你要先調到一個 最舒服 最適合的 坐姿 因為這樣子才不會讓 疲勞累積之後 影響你行車的安全 那對我個人來講 我就覺得 我會希望 KICKS的方向盤 如果能夠再 突出來一點 或者就是說如果能夠伸縮調整 會更符合我的駕駛姿勢 那可惜它是只有上市要調整 那另外一個 比較糗的事情是 KICKS它的尾門 它的設計 其實 它的尾門是 非常 大家可以看它是 富含多種線條的 所以 它這邊過來這邊還有凸起來一塊 那我在關車門的時候呢 就曾經有一次 就是 我沒有注意到 我就 視覺看著這個 屏的地方 然後我沒有注意到這邊 凸出來的這一塊 我把它關下去的時候 尾門就在我頭上 打出了一個大包 所以那是相當糗的 那 可是我相信我絕對不會是 唯一的一個 所以大家在 關這尾門的時候 記得 這兩邊是有凸出來的 你在關尾門的時候 最好是從後面 好好的關 這樣比較不會 因為疏忽造成 自己的受傷 另外一個部分的話是 這個尾門其實 還 常常給我帶來一些困擾 就是 像這樣的尾門 我把它關上 大家看起來 它關好了 可是事實上沒有 我自己的推測是因為它的 氣密膠條的 效果太好了 所以 當它 你這樣輕輕的 關上的時候 氣密膠條先 產生了一個 空氣彈簧的效果 它擋住了車門 所以事實上 大家看它已經是平整的狀況 在開車之後 系統就會偵測到尾門 沒有 好好的關好 那你就必須要停車之後 把它打開 再重新 好好的關上 比較用力的關 跟那個空氣彈簧的效果 去對抗之後 這時候 車門就會牢靠了 那這是 使用上 一開始會對我造成一些 困擾的地方 但是在知道它的個性之後 其實 在使用來講 Nissan Kicks 我覺得 就日常生活的代步 尤其是都會區的使用來講 是相當好的 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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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